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顿风召集 我是黄宇凡 今天是10月8号 礼拜四 等一下要收盘 这个就要放假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在盘中 现在时间是大约12点50左右 即将快收盘了 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这一次廉价之前 因为上个礼拜有一个中秋节的廉价 四天 这个礼拜就等一下开始放假就是三天 那么接着我们2020年没有廉价了 大家应该该放的都放完了 好好的努力赚钱吧 因为这是第四季 第四季当然重头戏准备登场的就是iPhone了 终于等到iPhone了 对吧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一些供应链 当然他们在出货的过程里面 有受到一些什么 叫做递延 它有一个递延的效果 那么递延的效果原本在第三季的时候 属于产业的旺季 叫拉货的时间 但是它会递延 递延到第四季 各位 那你看到我们在公告 所谓的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的9月份营收的以后 你就会发现 10月份的营收会不会也很好 消费的旺季 我不知道我讲过多少次了 第四季就叫做欧美的消费旺季 所以所谓的消费性的这些产品就会开始 iPhone算不算 当然算啊 Apple Watch也算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今天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休假 休廉价之前 我们最后的时间准备收盘了 现在目前时间是12点50分 我让大家看一下今天在廉价前的大盘 表现是如何 首先你第一个会观察到的就是量 咦 等一下 1700多亿耶 很奇怪哦 前面的量还反而没有多 放廉价了 结果它来了一个1700多亿 而且你去思考哦 我讲了苹果因为它准备发表新机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所谓的iPhone题材的效应呢 它因为带给盘面上的刺激 平概股 平概股 这是我过去一直跟大家讲的 那个所谓的新闻消息面 发表秋季延到这个地方 我们算算秋季算啊 我先跟大家讲啊 准备要进入冬季了嘛 那下第四季啊 那我们来看 今天的大盘在反映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过去有很多股票 我先举一个这个股票的例子给大家看 你说前两天把人就再把它调降 所谓的那个调降平等 我的妈呀 你去看一下大立光 你看你看大立光 你知道那多惨烈吗 大立光的惨烈情况 真的很多投资人都说 还好 我没有买这种高价股 不然的话 你看他这波修正 修正到这里 你觉得他这是底吗 是不是底不知道 但今天他算直稳了 因为前两天外资还在调降他平等 好 相对的 你去看 如果我们去看到大立光 我们就去比较一档股票 他叫郁金光 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郁金光在前一次 达到低点之后他有反弹 对不对 他有做一个反弹 然后再拉回来回测 测是什么 前方低点 然后这垫高开始整理整理整理 然后就开始往上推 今天的位置在这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代表的事情就 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讲 如果股票修正之后 首先我们看到股价修正之后 来修正的最后是回到什么地方 你就会看到本益比 这件事情 当然法人很多法人都在看 本益比 那本益比比较偏低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考量因素 但没错 因为股价修正 造成本益比的改变 好 各位我问一下 这股票有没有机会 这样就好了 因为什么 你不要看 我这有一个相对比较 给大家看 我们把天跟地画出来 天 地 天地之间 目前未接 靠近天靠近地 这还用说 对不对 你这还用讲 当然是靠近地板 天花板在哪 天花板在这 所以他有没有机会 好 我告诉大家 你说没有机会对吧 那他也是在地板附近 除非怎么样 他到地下室 我们看不到 我们在画面上就看不到 直接跑到地下室去了 既然在地板 好 那除非这股票 未来都完全没机会了 所以他有没有机会往上 各位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 10月的一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 请你积极的在10月份去赚钱 10月你要放心赚 安心赚 这几天的行情 也告诉了大家 我现在告诉大家 这几天的行情 就告诉你说 你看 你好像很悲观 我们在10月份 有一些连续的假期 对吧 那么多连续假期 等一下 连续假期是吧 你看一看 短线上我们的指数的走势是这样 今天台积电又上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先讲 大力光指纹了 台积电上来 联巴克上来了 在这个情况下 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未来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所谓的半途体产业的龙头 他在带动 在带动的情况之下 因为休联假的关系 今天会有些震荡 有些叫做 冲高以后的卖压 我先给大家看 你说要赚钱要怎么赚 你先准备好 怎么叫准备好 既然2020没有连续假期了 我们就是过完这个廉价 廉价之后 没有了 就回归正常了 所以我们的交易日就很正常 对吧 那接着 第四季的第一个月 10月份你要好好的操作 你务必要有一些好的股票 那种好的股票 他就是能够创新高给你看 只要能够创新高的股票 我告诉大家 任何阶段买都是赚钱 对吧 没有错吧 因为股票股价能够创新高 所以你在什么阶段切进去 都可以赚钱 好了 赚大的 赚小的 那如果你切的位置很好 切进去 人家法人还没发动 对吧 你已经切好了 开始发动了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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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请大家看这个 请问你 10月份一进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你要放心赚 安心赚 10月有很好的行情 你现在看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10月的大晋级 我告诉大家 10月份你好好把握 接着苹果要登场 iPhone要登场 对吧 下礼拜我们好好放三天假 回来之后 请问你 你的标的选好没 我告诉你 我全部都选好了 我在这边我要先告诉大家 冲锋标股 今天QR Code 麻烦各位扫描 请你用手机扫描 10月大晋级 冲锋标股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的赚法 你只要听里面的指示操作 我先告诉大家 你10月份非常非常快乐 不但放了中秋节 放了国庆廉假 回到台湾股市 大赚特赚 今天务必要扫描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想了 我等一下会举例子给大家看 我举什么例子 我先随便举这个例子 我先给你看 人家都说 今年 风吹日晒系列真的很可怕 你说怎样可怕 说 不晓得他会在长什么意思 真的 你真的不晓得在长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太阳冷 你先看原金这两股票 那个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9月9号礼拜三 9月的时候 那你看9月的时候 9月时候的原金 跟今天是10月8号的原金 他到底差在哪里 他没有差在哪里 他只差在他创的新高 来各位你看一下 所以他走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what side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what side what side就是好大一段 有没有 有没有好大一段 来到了10月8号 在这个位置叫做创新高 什么意思 我再讲一次 创新高的意思就是 所有买这一档股票的人 他们都是处于赚钱状态 赚多赚少 没错 一点都没错 来这边整理的平台以后 开始上工 这一大段你可以赚 这是赚多的形态 这叫波段 让我跟大家讲 这叫波段对吧 那你就要想一想 对这叫波段 那我举例 9月9号在什么位置 大约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一段你万一没赚到 9月9号你仍旧能够赚波段 即便你都没有办法赚到波段 你还是可以赚短线的价差 这一段 前两天我才在讲 有没有 有没有赚 通通都有得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问大家 如果台面上有这么多股票好选择 请问你 你能够赚到那个波段吗 你未必 你可能买都没有买过 太阳了 涨到这么多了 我还买它干嘛 那这样 我现在给你看风电 好吧 我给你看风电什么 你一定会想到我要讲什么 对 那我讲这一段给你听 你说 就是 就是9958嘛 对不对 是不是9958 好像是 对 来给大家看 9958 昨天来到142 什么意思 创新高啊各位 涨这么多了 还在创新高 整理完再创新高 拉回来再休息 还在高档 对吧 我告诉大家 没完没了 那你说 那我们不要讲风吹日赛系列 那我好讲 我讲个都没赚钱的 我说他没有赚钱 那奇怪 那把人就是买 买了也不卖 那你要干嘛 买了不卖 一定有件事情要做 就是拉高啊 不拉高要干嘛 对 来 哪一档 我告诉你 你现在都可以回答了啦 你 加龄吗 对 就加龄嘛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告诉你 把人怎么操作的 哦 等一下 什么意思 今天再创新高 来突破 来再看他的高点 52块7 那你要看看这一段 休息整理 再创新高 拉回来整理 再创新高 看到没 好 那这一段 各位来 你说 我现在所举的例子 这一些例子 很简单 这些股票 就是打筹码站 那我们现在来讲 那筹码站居然是如此的话 那各位 来 请选择 什么叫 什么叫请选择 来 第一 当他冲到高点 没有人敢买 我告诉你 没有人敢买 谁敢买啊 这一段 你这样看了 你敢买 对不对 所以他拉回来 休息整理 你就认为说 他可能会回到这里 因为没赚钱嘛 对吧 对不起 没有啊 他反而怎么样 他休息整理 突破 他反而突破 这一段可不可以赚 可以赚 但我问你 这一段赚比较舒服 还是这一段 当然这一段 我要取这一段 这一段 对不对 对哦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法人在发动 在攻击 你是搭顺风车 攻上去 所以当我回来 我告诉你 为什么 我说 我对十月份的行情 我觉得真的是 你要是 觉得是满心欢喜 你觉得那个盘面上 很大的机会 可是有的投资人 他不是这么想 要廉价 要廉价 想的很多 对不对 那只是怎么样 看不懂标的 看不懂里面的内容 那内容就跟筹码有关 那第二 那既然我们刚刚讲的 连假 连续两周的假期 都结束了 你回到台湾股市 十月份 后面就比较完整了 它不会有任何的干扰 什么连续假期的干扰 没有对不对 然后苹果新机的发表 好下礼拜来 下礼拜 请问你怎么赚 我问大家 请问你怎么赚 第一 有一件事很重要 今天你可以选择赚价差 那叫短线 我刚刚已经形容过 只要创新高的股票 它中间会有震荡 在震荡的情况之下 里面会出现价差 价差怎么赚 这第一种叫做短线 第二种叫做波段 你回来再看 什么叫波段 第一根大箭头打勾的地方 那个叫做打一个波段上来 后面休息整理的 第二段冲高 对 请问你会选择哪一段 大多数人会选择 我要打勾那一段 对不对 如果是对的 你说对 一点都没错 我就是要打勾的那一段 那个时候在冲锋 请问要不要 你说他叫不叫标谷 他当然叫标谷 什么时候在冲锋 再回去看电脑 什么时候在冲锋 打勾的那一段在冲锋 所以你要取的是那一段 最刺激最过瘾的 买进去有人在冲锋 不是你在冲 好不好 是法人在帮你冲 轻轻松松转波段 这就是我要表达出来 我要告诉大家 所以为什么今天请你 请大家特别注意 麻烦各位 请你真的不要偷懒 你今天一定要用手机扫描 这关乎到你休三天连假回来 三天的假期 我希望大家真的又好好的再去玩 吃啊喝啊玩啊乐啊 麻烦各位的口袋里面前尽量用 好不好 尽量用 对家人好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 好 刺激景气 促进消费 花完了以后 你说啊啊 我花出去花了两三万 小case 我先跟大家讲小case 好 你记得出门去玩之前 把QR Code扫起来 你不要说两三万 我为什么会说小case 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 我们的一天涨停板叫做10% 好吧 10% 两天叫做20% 各位我们的10月份 还有几个交易日 你去算 来注意看 里面有什么内容 自己赶快扫描进去看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在10月份 你要能够抓到那种冲锋形态的标股 什么叫冲锋形态 请看电脑 打勾的那一段叫冲锋 要不要 你说 加铃吗 拜托 加铃那个叫做历史 叫K线 对吧 我刚讲的叫K线 我让你去看那种感觉 如果你要 你赶快扫 赶快扫描 应该扫好了吧 没有扫好也没关系 因为导播说要进广告 我们待会进完广告之后 你再回来赶快扫描 这跟你在10月份 你要想大赚 你要有标股 那个股票它会冲锋 你已经在那里面了 坐在那个车上 就是看着把人在帮你扛 帮你冲 那有多过瘾 非常过瘾 所以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台北股市自立救济方案 888 买一送一再加一 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 成就最大的获利 支付专线 028512 好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官网服务 欢喜丽临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 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 5858 涨停 又涨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 5858 台北股市自利救济方案 888 买一送一再加一 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 成就最大的获利 支付专线 028512 好 开启投资新事业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回到节目现场 平概股 平概股 讲了一大堆平概股 那到底平概股怎么去观察呢 我在过去一直跟大家谈 其实在PCB的产业里面 我们研究了非常久 那当然呢 他跟所有的 现在目前最夯的 不管你在谈5G也罢 你要谈任何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他叫电子工业之母 所以当我们回来看的时候 当然我们看到平概股 这一页里面 当然有一些所谓的PCB的 PCB的这个股票 我先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谈过 ABF三雄 里面有谁呢 星星南电景硕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当然我们从星星的身上去看 因为他还属于平概股的 其中之一 那包括这个星星 也包括了华通 这一类的 平概股的PCB 我来看一下星星今天在10月 等一下 就是那个昨天呢 昨天礼拜三的时候 星星的成交量呢 三千 对啊 三万 三万多张 今天十一万张 三万多变十一万 十一万放量 往上推 对吧 位阶呢 因为之前有修正过 是不是有 有修正过 他也不是那种股本特别小的股票 但是隐约 隐约你发现一个形态 你说不要看图说故事 没有看图说故事 来我跟你讲 你自己看 今天是不是做突破 对 是不是平概股 是 ABF三雄 对啊 为什么今天他发作 Apple是要修廉价了 那到底谁去买 大家都为了什么 卡什么 平概股啊 iPhone啊 下周啊 应该怎么样 有人就是先卡位 包括法人 所以我跟大家说 很简单 理论上 修完连续假期之后 回到台湾股市 就叫做正常交易 没有廉价了 大家不要想了 你该休假的赶快出去玩 到了2020的年底 我们都没有廉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台湾股市是稳定的 每天都在交易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 那第二 我之前有跟大家谈过 第三季结束之后 当我们看到营收出来之后 9月份营收出来 代表整个的第三季的所有的营收 它的获利也会开始 陆续的开始慢慢公告 那么接着来到第四季的时候 它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不管你要说季底作账 还是年底作账 因为它代表了2020年的结束 所以各位 你只剩下两个多月 我们先不要看两个多月这么长 我们就看这个月 叫做光辉的十月 十月的晋级 你该怎么去做 当然我们看到这一群股票 你今天你或许会觉得说 我早知道 我前面几天就卡位了 不要忘了 十月刚进来 我就提醒大家 十月是很好赚的 你要真的是大胆的 你要放心的去赚 那大家都会说 我没有标的 我看到那个也好 这个也好 他又不敢买 为什么 有时候觉得他太高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各位 你就是被你自己的心给绑住了 因为你觉得他太高了 但是重点是 请问高在哪里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些股票他创高 有些股票创高 刚才我们举的是太阳能的例子 对吧 有些股票创高之后 你是不敢买的 你怎么会敢买 这一段 我们这边不要看 他是不是创高 对 拉回来休息 对不对 请问你敢买吗 不敢买 来 早知道就买 对不对 早知道 太多了 股票太多了 我只要把这边盖起来 告诉你 我们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请问请选择 半空 有人就是说 看到这种线形 你会把它空 起来这么多 我只是举例 好吧 那结果再创高 为什么 因为有政策在推动 我讲了 政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管风电也罢 不管太阳能也罢 因为政策在推动 所以会造成什么 当然股票 我们去看 筹码在经过换手以后 它能够拉出另外一波 我告诉大家 那叫没完没了 今年叫没完没了 我说今年它叫元年 绿能产业的元年 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很多情况 我们在讲 如果今天那些股票 你不敢买 因为它创高 创高以后的拉回 你不敢买 那我们会找什么 反过头来我们会思考 各位平概股你知道吗 里面有些本益比目前只有10倍的 啊 本益下 本益比10倍 它是做什么类型的 下礼拜我会慢慢跟大家谈 就在这一页里面你去找 你说 有些股价都不是很高了吗 所以它本益比会拉高 没有 那里面还有10倍的 所以当你发现 要我们每天要研究 怎么可能 你看这样一群股票 我随便只要选一档来买 怎么买 每个都好啊 今天你看到国具 有没有在反应 有啊 它被动元件 我讲 我先跟大家讲 第四季 你看被动元件 它一定会有一波 为什么 之前节目就讲过 之前节目讲 为什么 它本来位阶就不高啊 你要这么去思考 接着过来 11月叫游戏机概念股 10月叫平盖 11月叫游戏机概念 Sony供应链 打错了 来 没有关系 我讲 不管什么样的概念 里面都是有一群组股票 一群的股票 最后你回归到这边 看完基本面 看完产业面 看完那个趋势 没错 趋势是怎么样 向上的 前景是看好的 在这样的情况 回来我们来 赶快看筹码 筹码很简单 你的也叫筹码 今天你不管你买10张 买20张 买一张两张 你这个都叫筹码 对吧 那你筹码去 你的筹码放在这个大盘里面 我们不要放在大盘里面 放在随便一档公司的股票里面 你会觉得我的筹码那么少 对啊 我根本发挥不了什么力量 对啊 那个力量从哪里来 那更大的力量 哦 那这样子看的话 最大力量不就来自于法人 对啊 法人啊 不是外资就投信了 自营商因为他有其他的考量 所以我称为他为短线的大散户 叫做自营商 那好 那如果你能够掌握到 这个筹码的关键因素 再搭配我之前讲的题材 产业面 各位 你有 不会赢的 你 你怎么会不会赢 我爱想还是想不懂 那叫克服心理障碍 说觉得这个盘好像不是很好 各位你那个都不要想拉开来 再来一次 我再讲一次 10月份 放完连续假期之后 各位请你好好去消费 这几天 好好去消费 好好的玩 好好的休息 回来台湾股市 下礼拜一 各位 10月大晋级出发 准备出发 出发不是就是稳稳的出发 出发我们就要冲锋了 你先买好了 你注意看QR Code里面的内容 赶快扫描进去 赶快扫进去 我告诉你 后面的力量 你会觉得 太可怕 或者有人会觉得太爽了 为什么 那个买单的力道 你会想 天哪 这个比原价钱还4C还过予 冲锋 标股 准备冲锋 手机一定要扫 各位 我再提醒各位 今天看节目 一定要扫描 进去看内容 休假 好好的休假 放松的玩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